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本清华图制 几十位中国史学界专家 耗时五年时间 从世界各国收集整理了 两万五千幅照片、绘画和地图等 第一手图像史料 全面、系统、客观地展示了日本清华的全过程 与主要历史事实 以前的研究的话 从日本清华的角度 研究不够 日本清华中国 怎么给中国人民带来那么轻重的灾难 日本清华给我们造成的 哪些经济的损失 人口的伤亡 研究不够 所以我们就几年改变成了一个视角 从日本清华的角度 来做一套书 这是日本在发动全面清华战争前一年 即1936年出版的一张标明为 东亚危机明晰图解地图 在这张地图中 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在维满洲国境外的三个方向 即从苏联远东到中国内蒙古和华北 画出一条很粗的红色弧形线 并称这是所谓恐怖的 对日满形成马蹄形包围的阵型 按照这图地图的解释 苏联和当时的中国 倒是威胁了日本和所谓满洲国 那么不言自明的结论 日本就要以武力来应对 细看一下这张东亚危机 引起图解 里面对中国的画法大有深意 图中将东北从中国版图上切割出去 绘成所谓满洲国 将华北、华南和西部绘成不同的颜色 而且在不同地点印上不同代表人物的头像 这种画法的意思就是要说明 中国完全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百元正死亡 九一八事变了元凶 1948年东京审判判处绞刑的七个假计战犯之一 他就讲过 他讲了中国远远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松散的部落上成立这么一个国家而已 对民众来说 谁统治谁不统治都无所谓 就是赋税和维持治安都一样 我的钱交张大帅也是交 交这个日本人 满洲国也是交 交日本人也是交 我就好好的生活而已 国家不国家 依我无所谓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日本对灭亡中国充满自信 并越发迫骨极弹 从这乎1937年7月之前 北平一带的形式图可以看出 在全国抗战前 日本军队的部署 已对中国古都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还有一部分日军 驻扎在北平通向西南的咽喉耀地 卢沟桥对面的丰台镇 1937年春天 卢沟桥事变的前夜 日军以轻善提携之名 邀请驻扎北平的第29军高级军官 东渡参观 日本真是有必要 一方面 酒席宴菜 炮温泉 参观日本的一些文化名声 什么歌儿舞女 给他们表演 另外一方面就是威胁了 请他们参观日本的战略舰 看看那些日本的巨炮 参观日本的兵工厂 看看我们的生产能力 让农业国的军官们 就是看一看日本工业国的实力 就是精神上的威胁 而且还参观日军的演习 在你们面前释放枪炮 让你们看看日本军队的厉害 这是龙沟桥事变爆发前 日本出版的中华民国形式图 这完全是一幅军事力量标示图 他声称 支那军队总数是220万人 有170架军用飞机 支那共产军总兵力有12万人 日本做这种估计 清楚的表现 他在发动大规模清华战争前 已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看成一个重要对手 大战前夕出版这样一幅地图 明显也是提示他的军人 准备开战并指示了目标 7月7号那天晚间 罗国桥打响 第二天其实当时双方就开始谈判了 7月11号当天还达成了停战协定 但是恰恰是7月11号当天 日本召开最高会议 就是政界 财界 军部 这些头目 最后确定 要利用罗国桥这件事情 完成所谓对支一击 就对支那进行一次打击 所以说7月7号调取罗国桥事件 真正到7月11日 日本政府做出决定 而且这一天 双方恰恰的罗国桥边 已经签了停战协定 这就决定了 即使签了协定 日本也要撕毁 因此罗国桥的第一枪 实际上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一个体现 这一枪不得罗国桥打 在其他地方也要打击 日本国内出版的许多书籍中 都有记载 七七事变当天晚间 在卢沟桥下令进攻的 是日军连队长 慕田口连爷 此人在1944年 任住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时 面对日本败局已定 不止一次向同僚哀叹 大东亚战争 要说起来的话 是我的责任 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 引起战争的就是我 慕田口连爷 在这里实在高呼了自己的作用 一个日本大佐连队长下令小心 只不过是点燃了火星 真正让它形成灾难性的燎原烈火 还是日本统帅部开战的决定 日军对华北的大规模进攻 从7月26日开始 两天后 北平沦陷 又过两天 天津沦陷 8月13日 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 向这个方向派出了20多万军队 陆上进攻加海面封锁 这已经是两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日本政府却没有向中国宣战 当时也没有同南京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只称这是一次惩罚之纳的事变 并认为一两个月至多三个月就能解决 也就是让南京政府彻底屈服 或者让其垮台而由先日派取代 其实日本灭亡中国他很仔细的 他前面从甲午战争开始 他甲午战争经验 怎么打败了大清王朝 消灭北洋水师 击溃清朝陆军 大清王朝解体 然后就给我老老实实签 马关条约 隔地赔款 隔让辽东半岛 隔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 空前的隔地赔款 但日本这套拿到抗战争 他以为是有效的 出现了全新对手 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 积极动员全民族奋起抗日 七月十五日 正在庐山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雷 向蒋介石递交中国共产党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宣言表示 为求得与国民党京城团结 联合抵抗外敌 同意取消苏区 红军进行改编等 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 在时已经发动的抗战 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 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 这是日本1937年末绘制的一张进攻华北的地图 图上标出 遇到了一道道阻击的防线 以及推进到这些防线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简略的图上 过去人所少闻的山西一个小地方平行关 被日本人专门标注出来 并画上一条阻击线 这说明日军对此地发生的战斗特别重视 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八路军的首次重创 七七事变后 国共双方进行的关于红军改变的谈判 终于达成协议 这支身心百战 擅长游击战 零零以弱甚强的队伍 把千鱼与鬼子包围在一个狭长的山沟里 打了一个出色的山地伏击战 正如当年的八路军军歌中所唱的那样 首战平行关威名先下阳 这一仗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和气态 在全国起到了先锋队和撞气军的作用 国共合作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 因此如何在这种格局之下 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影响到国民政府 甚至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抗战形式 那么中国共产党所能够利用的行政资源是没有的 主要的是依靠的是政治影响力 精选力 要通过自身的应用抗战 才能团结和争取更广大的抗战力 不过八路军的武器十分简陋 看一下进入山西前线时部队的实力统计 三万多人 只有一万多支破旧枪支 要有五十 平均每支枪有三十发子弹 一二九十 平均每支枪才只有十二发子弹 国民党当局又不发给弹药补充 八路军用这样的装备 想有效打击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清华日军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跳到强敌后面 发动游击战 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战略方针 就是要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并在战争中缴后武器 扩充发展自己的力量 此时 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 一面抗敌 一面后撤 八路军新四军 却来了一个敌进裸进 大步停进了日军占领区 敌后 此时 松湖会战激战震撼 从1937年8月13日起 国民政府将全国三分之一的正规军 共七十余万人投入上海战场 同来犯的28万余日军进行了三个月的激烈抗战 共毕伤日军四万多人 不过 打这种呆板的阵地战 中国也付出了25万军人伤亡的代价 1937年12月13日 日军占领南京 出于以恐怖杜鹤压制中国尽快降服的目的 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包括七万以上战俘在内的三十多万军民遇害 这一野蛮暴行成为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战争罪行之一 当时的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老百姓南京进行了这样一个军训 本来这些卖豆腐的卖菜的 挑大份的 冻到西外的参加军训 但是三个月以后一个个要办就挺直了 目光炯炯有神 所以他们当时也判断 说再这样搞下去 不仅将来再也没有机会战胜中国 而且中国还可能反过来提出满洲问题 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所谓危机意识 就在中国还能被打败之前赶紧对中国动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需要受战数权 需要给中国所谓的致命的一击 那南京当时被认为是恰当的一个对象 这是日本出版的《支那事变第一年战斗经过图》 显示了它在1938年初夏 在中国占领的地区达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而且大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区域 1938年夏天至秋天 日军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的武汉 从六月间至十月的四个月里 国民政府投入了一百云万军队 且战且吞抗击着三十多万进攻的日军 进行了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 在消耗了日军之后 国民政府在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俄军在1938年占领武汉前河 侵略中国达到了顶峰 但是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东部地区的大城市 确实如其所愿都被去占领 但是中国没投降 这个终极的目标 它没有实现 按照它的设想是中国政府应当投降 然后签订陈下之谋 通过一个不平等条约 诉讼给它利益 他们在战场上所绝取的利益 需要一个不平等条约下去合法化 但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投降 这样的话 到了1938年十月 我们说这个武汉北日军占领以后 当时军21个长辈士团 已经有20个长辈士团在中国 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作战 来迫使中国政府前天成下之谋 武汉失守前四天 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 又遭陷落 随后 日本海军又登陆占领了海南岛的主要城镇 从抗日战争的全局看 日本把战场扩大到广东和海南岛 是想切断中国输入外来物资的通道 压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 日军尽管从表面上看 占领了从边塞长城直至南国耶林 距离长达万里 居住人口近三亿的广阔地区 而他们有限的兵力 实际上只能控制城市 重镇和主要交通线 以重庆为陪都的国民政府 退到大后方 还控制着两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 日军后方的广大农村 又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 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 驰骋的新战场 温县区的广大人民 又从日军的铁梯下被解放出来 中国半壁山河温县 但从全国抗战形势上看 日军进翻的地区越扩大 也就越深陷泥潭 现代战争都要付出金钱和物资的巨大消耗 日本进行甲午战争 用了2.5亿日元 日俄战争用了17亿日元 全面清华第一年的费用就超过30亿日元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只好靠发行公债来支撑经济运转 到了1939年 日本的国家财政收入共110亿日元 军费开支就达65亿日元 等于国家积累的财富 有三分之二被军队和战争消耗 只好压缩民运工业和民众消费 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 他们的军队攻占每一片中国区域 都是赫赫战功 其实这等于背上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包袱 日军实施的进攻 只是在晋国神社中不断增加数以万计的灵牌 并消耗着有限的活力 日本靠军国主义的强悍 疯狂一时 侵占了中华大片土地 然而 面对持久抗战 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的结局 也就此注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